天空 環境的蜂蜂 隱身在树林里的小屋 其实是玉里镇三名村的长辈 每个星期挥洒生命色彩的秘密基地 我们有这个隐瞒 坐在这里来试用这个画画课 不是你们感恩我 是我也要感恩大家 这里是玉里慈禧医院 设立的三名日托福气站 2006年开始 就有爷爷奶奶成为固定常客 他们有期待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做非常好 带他们做一些活动 让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有成长 以前不像家伙了 对 我老师来跟你照顿 而这天带动长辈的老师 是慈禧志工林景全 即便自己受过咽喉癌的病痛折磨 但是为了这群老朋友 他每个星期都亲自从花莲 开一个半小时的车 来到狱里教会画 因为我心里很高兴 那个痛苦就自自然的就淡忘了 那这个好处我就想说 向这些菩萨们来推荐 很难得的很久不得了 对 经历礼拜又画得很好 脸上总是挂着大大的笑容 林景全就是这群长者的暖男 他的一句话就能让会逃课的爷爷奶奶 再度重回课堂 我以前都压在头 就没有画得到 现在来到学校才开始画画得到 师兄人很好啊 他就一直教我们画图 我们就开始一直画一只画 十几年陪伴 志工用身教研教带领这些长辈们学习成长 也有人成为志工 实际去写做那个志工 CPR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去写 写我感觉到说这个事情很不错 对我们对别人都很好 据点的长辈各个健康又有活力 不过根据华联县政府统计 直到106年10月为止 华联中南区包含凤陵 光复 丰斌 玉里 瑞瑞 富里等乡镇 老年人口都达到20%以上 为了避免更多老化引起的疾病 玉里慈激医院从2005年开始 设立日拓站据点 并与社区志工结合 每个星期提供两次的服务 这些长者能够活得健康 就在有限的寿命里面 能够活动的这些时间要拉长 然后不活动的这些时间要缩短 这就是我们希望去做一些健康处境 你感觉你的手 你想要够这样 你就拉得多这样 据点内除了有医护人员 带动健康操 志工也会有创意课程 让每次上课都不无聊 也因此有爷爷奶奶 从60岁来到80岁 教导不少执行好友 就出来走一走就比较开朗 感觉这些时间好 大家志工都很照顾 心情也比较好 可以忘记一切烦恼 这里大多数的长辈 都在育理慈激医院接受治疗 出院后 他们也在社区 受到志工的贴心呵护 长照的成果 在爷爷奶奶身上看得见 我们有长照的服务 我们还有自治公照的服务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 慢慢慢慢一直在往上爬 本来8个项目 现在14个项目 守护健康不只从医院做起 与社区的结合 也让更多长辈 可以获得医疗照顾 玉里慈激医院20年 期盼能生根在地 共闯健康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